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就是这样的态度 他自己很后悔 吴警帽说他自己很后悔 而且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 他不会去帮吴淑珍做这件事情 吴警帽的这一段谈话被外界认为说 吴警帽对整个事件是有悔意的 是不是就是这一段有悔意的谈话 让吴淑珍觉得很不满 把我们都讲出来就算了 还有后悔之意 好像跟扁珍这一家人成了对照组 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 邓大哥 从人性怎么看这一家人 不过像吴淑珍 陈水扁他们这样子 史不悔改的 当然很少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悔改 我看大概也比较晚了一点 因为他现在一承认说有的话 他以后官司就不必打了 就不必打了 但是他要求别人跟着他一样 在征讯的时候来替他遮烟 我看这也是强人所难 像余正倩进去被问的时候 余正倩自己都讲 我也不是说一开始要承认 他也是别人家拿资料给他看 他觉得说承认 不承认也来不及了 第二个 他说谎都没有办法保护吴淑珍 这种情况下 他讲出来 你就不应该想说关两天 他就招了 这一点讲出来是会伤了其他人的心 所以陈水扁这次出来之后 他改变策略 陈水扁被关的时候 他们发的新闻稿里面 就不像陈水扁出来的时候 发的新闻稿 那么切中那个选举官司那种方式 我是觉得陈水扁 还是他们里面最好的律师 所以他有没有出来这件事情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 陈水扁赶快要把他抓起来 但是根据我的研判 你们说我怎么样都没关系 但是我的专业研判是告诉我说 陈水扁要再被抓进去 是非常困难的 不管你再提多少次抗杠 都一样的结果 难上加难 如果我们认为假定 就是说杨夕宏讲的这段算真的话 而想要进一步去比较诠释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因为蔡明泽跟他是没有关系 是厉害的关系 这个吴锦茂跟他是庞系血亲二等亲 那第一个场景 蔡明泽他说他要杀他 是由谁来对外出来讲 是公开的 自动愿意给大家知道 是李胜雄律师 所以我觉得李胜雄也不是笨 也不是饭桶 也不是笨蛋 他讲这个其实在凸显 夫人的气氛 是来自要凸显他的清白 就说你帮我拿钱 你帮钱 你再敢说 我是很清白 你敢把我捂掉 所以他气氛是有大力 要不然律师不会自己表态这种 让人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吴锦茂不太一样 吴锦茂如果假释是真的话 这是你的血亲 然后你再气氛讲这种话 比起第一个 你真的喜欢律师讲的 比较难你得到大家的谅解 比较减重 这个吴锦茂跟陈俊英夫妇 对不起 贤抗力 在这个洗钱案里面到底在干嘛 因为他们两个是属于前半段的 前半段 包括这个陈和珊 他们提供很多人头账户 让他们洗钱 我一直很好奇 包括国泰司法那个 当然蔡伟源是专家 国泰司法 的保险事归他管 我要先跟他质疑一下 租的人是谁 蔡振宇说我没有提供 那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那么一件 连陈水扁都说有 那表示显然是有 那陈俊英用他名字 那租金如果说一年117万 是有人处理的话 那搬钱的时候 我说吴锦茂也去啦 陈俊英也去啦 我要讲的是说 吴锦茂夫妇在这几年 不是这一两天喔 这几年喔 都无偿吗 都无偿吗 那如果都无偿的话 有没有拿到好处就对 你要问这个问题 都这样 你像蔡明泽和蔡美丽 他们姐弟喔 你是说有提钱就不能说出来就对了 不是 这个是差别很大 关于行责而言 或说我们讲这个轮场而言 那差很多啊 我也给你拿钱 这样你就共犯了 你就都不用说了 我没给你拿钱 我是人头照理用 那你就单纯人头啊 可是就吴锦茂跟陈俊英 贤抗力的这个行为而言的话 不是单纯的人头 如果有拿钱的话 就不是单纯的人头 这个先讲清楚喔 第二个啊 就如同邱义营他转述 余正线的话 余正线说 别人都分到钱 我分到牢狱自灾 这个也会有程度上的差别 我的意思说 如果吴锦茂跟陈俊英 他们手上有钱的话 有钱 就是说我有一笔钱给你的话 也许他们会愿意采取说 我就跟你抵抗到底了 所以我连派应该是 没拿到什么钱了 就钱不是我的啊 面对陈俊扁跟吴淑珊 他们的抗辩 跟吴锦茂的抗辩 有没有拿钱 那是差别很大的 我们来看这个最新的现场 这个邮差呢 终于把北院的裁定书 送到了特征组 陈俊英 拿了这个刚刚出炉的裁定书 去找了陈聪明 是不是马上要提抗告 连线给记者吴家蕙 好了 周三春呢 裁定再次的释放陈水扁 这样子一个裁定书呢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已经是正式的裁定书 已经是再次的出炉了 那么据了解呢 特征组呢 在刚刚呢 很可能也已经收到了 这个裁定书 那么据了解裁定书 这一次呢 总共有19页之多 那么这个早上的时候 检查总统陈聪明 就已经来特征组 针对抗告的事情 来跟特征组的检察官 来开会研议 那么不过呢 那个时候可能 裁定书还没有出炉 那么刚刚呢 陈云南呢 也就是特征组的主任陈云南 是拿着一份公文带呢 是再次的往这个 最高检察署 向陈聪明来报告 那也就是怀疑说 这个在特征组这边 已经收到了北院的裁定书 那么拿着这个裁定书呢 来跟检察总长陈聪明呢 来做最后的讨论 来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来再次提出抗告 那以上是目前特征组 掌握的最新状况 将时间交还给检内的主播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习惯走路的陈云南 又拿着厚厚的牛皮纸袋 步行前往这个高检署 去找陈聪明了 这是不是代表要提抗告 这里面搞不好 不只是北院的裁定书 还有特征组的抗告书 可能都写好了 不晓得 刘大哥 有可能啊 如果要提再提抗告的话 有可能现在抗告书可以写好 因为就刚刚讲了嘛 其实裁定正本拿到 就是期间的起算 那如果说还没有收到 先写也可以啊 就算你说裁定的时候 当庭表示说我要抗告 那时候也可以都可以 那裁定呢 它速度要快 所以他如果今天决定要提的话 今天没提明天我看 如果要再提抗告 至少明天也会提 明天就会送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要是我是检查总长 我就不提 我就要告诉你们 专业判断是这个样子 那陈聪明会关电视 不要看 这个很难说 这个如果怕外面的压力 他就会提 因为提了对他没损失嘛 对他没有损失 这个就可以做了 我反对这样的讲法 我觉得不是基于 对你他有没有损失 我也是基于专业的基础啊 再提抗告 那而且呢 既然要提越快越好 事不宜迟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慢吞吞的 两天三天都无所谓的话 表示你积押的理由不迫切 表示他阿扁在外 逍遥一天两天三天 没差嘛 既然没差你为什么要去他呢 所以我是觉得越快越好 这个欲擒故纵啊 希望他在这几天去做什么 篡政啊灭政的工作 我想不断地提 不断地提抗告 至少有个好处 陈水扁会比较怪一点 你们看这两天比较怪嘛 只有谢谢跟晚安 不是因为他随时觉得 有可能再被回龙压过去的 这个几率在的话 他就会比较怪一点 同时呢 要把这个刚才 我们沈老大所讲的 篡政之语的之语给弄清楚 周战尊在这个之前呢 压过一个鲁人热手的 就是说你过去有热手的记录 我把你压起来 那证明说你以后也有热手的可能性 可是现在他用在陈水扁身上 不是这个道理啊 他说你过去有篡政的记录 可是未来不会有篡政的记录 就说不过去嘛 我们法律上判断 止语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过去有这个记录嘛 以后就会这么做嘛 现在他强辨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过去有 现在看起来不会有 那你要告诉我们 周战尊你要告诉我们 你要保证为什么不会有 他讲不出个道理来嘛 所以争法律也要争出个道理 同时呢 我还再次呼吁 这一次啊 不要提什么新证据没有关系 要直接挑战周战尊的立场 跟他应不应该回避 回避这个法庭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检察官杠上法官这个事情多吗 我跟你讲 我提到那个回避的问题 现在这个蔡委员 把这个回避 没有没有 把它弄得很清楚 回避有法定原因 还有一般的原因 法定原因 比如说你的身份啊 什么太太老婆 及等亲啊这个 法院支援的回避条关 这个你必须自行回避 法官一看 这个被告 跟我有什么心理关系 我就要自己要申请回避 一个是你认为他有偏颇之余 可能会产生 你怕裁判都发生偏颇 可以申请他回避 但是呢 这不是说 我的裁定是对你不利的 你就要申请我回避 比如说他可能有偏颇之余 就是他说可能帮过他拉过票啊 之前 之前之后都可以拉过票 这个所以要经过裁定嘛 这个要先看有没有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这个要把它另外一个 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周南春的裁定是对简方不利的 而是对前水平有利的 这个绝对够不成回避的原因 那以后这个还得了 我裁定对你不利 你去申请我回避 那裁定总要有对方有利 一方不利啊 那我裁定对前水平申请我回避 这官司就不用打了 不过都要跟你讲的是结果 就是结果对简方是不利 但是他讲的是内容啊 这个内容是偏颇 这个陈宁典这一边 我讲的是第一个内容它偏颇 对啦 论理不足 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他被指控方程准备拉票嘛 我的意思我知道 你们这个都可以申请了 但是我再告诉你 你用一个什么 说以前 什么是有没有提到拉票 用这个来申请回避 也会输 输是我们要把它摊开来 让周战争自己亲口讲 他有没有嘛 他到底有没有嘛 都可以提嘛 因为都可以提 这个都可以提都没问题 我们只要周战争亲口讲说 我有或没有嘛 我只是讲的比较快一点 用研判 因为没有研判 其实没什么意思了嘛 研判的结果 这里面已经在讲 在争道理了 而不是在讲说结果是怎么样 校尉 这个裁定的内容跟结果 不要掉入刘亦宏的陷阱 内容跟结果都不要提 就他之前 担任司法院的人事处处长 他有没有在2000年跟2004年 在法院公然帮陈水扁拉票 这一点绝对赢 如果有 他不回避 我随便你 我都帮你拉票 你当什么审判长 我问你啦 所以你交办邱毅 去调查这件事情 反而比较重要 我不敢说我交办 但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没错 特征组 检察官是不会去杠法官的 要让周战争回避 你靠财政主帝当他戏 只能靠邱毅啦 我跟你摆明了 只能靠邱毅 不然怎么办 我一定赢 而且周战争我问你啦 一定赢的前提是说 查出来他的确有去拉票 对 他如果的确有拉票的 那他就一定的 我现在要进一步讲 为什么我一直叫他下台 我请问 如果他真的有帮陈水扁拉票 以后跟民进党有关的案子 可以给他审吗 我问你如果帮陈水扁拉票 你怎么审民进党案子 好 请问国民党案子可以给他审吗 那不是死定了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他就连把关都不能干 提早退休 不是回避以后的 退休我们还要给他 可能被谈合 越退缝临到死啊 不可以 你这是重大事 你要做审判工作的人 你本来就不能参加政党活动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现在最紧张应该是周战春 要赶快出来讲说 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啊 你们不要再以而传而啊 其实周战春 他讲有没有 他还出来讲不出来讲 看他的个性 但是与我的研判 我认为 我要证明周战春在司法院 公开要求法官 一人帮前准备拉10票 我是认为 这不太可能 这太难证明 很难证明 而且我觉得 这种周战春脑筋在坏掉 也不会干这种事 公开人事处处长 我不晓得他是当处长 或者处长之前 要求法官 所以意思说两度啦 所以当处长之前有 当处长之后也有啦 之前之后都有 看看嘛 看看这个能不能证明 它是事实 如果证明周战春 身为人数处处长 竟然选举的时候 要求法官 每个人帮他拉10票 当然有偏僻之余嘛 当然会有 当然会有 但是我认为 这个前提 几乎等一点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先进广告